你是怎麼找到Mund呢? 你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她很神秘啊 她是誰 然後她是怎麼跟你認識的 然後如何會發現她是一個這麼會唱歌的歌手 在四年前我在紐約的一個 算是一個有中國人的一個演出的場地 我唱完了歌以後 我的很多的紐約的朋友都來看我 看完以後她問我說 有沒有興趣 我帶你去看另外一個很好的歌手唱歌 因為我很喜歡 就是一放鬆我就去很多地方 我說OK沒問題 她說這個歌手你聽他的聲音你會很喜歡 她跟我講這樣 那時候我也沒有任何印象 然後我們就去了 當我們進去那個房間 我就聽到有一個人的聲音很特別 那我認為我的印象我還沒有看到這個人 我聽到這個舞台上就是一個算是也是一個小型的演唱會的場地 那我聽到她的聲音的時候我還沒看到人 我覺得應該是黑人在唱歌 喔真的喔 那我覺得是一個黑妞在唱歌 是是是是 可是我慢慢走慢慢走的時候 我慢慢走的時候 我慢慢走的時候 我就突然 欸 我就 我就突然 你知道那個聲音跟那個人 你想要動在一起 你知道嗎 我就是想 欸 是 我要跟我朋友講說 他是黑人嗎 你知道嗎 是 因為你知道那個皮膚還有點 對 有點 有點那個棕色的感覺 不是啦 人家是歐洲人 歐洲人 在紐約已經長出十年多了 是 我說 然後那天最特別的還戴一個 眼鏡 然後我就這樣戴著 我說 欸 我的印象裡面我覺得會唱歌的人都長得很醜 喔真的喔 對 你就會突然想跟她唱歌 然後她在唱歌的那過程中啊 是最特別的 就是跟琴瑪 喔 就是有了一種 對 就是 你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 你發現 這個人讓你 totally surprised 對 就是聲音跟人不搭 對 然後再到她的表演的這個形態 對 後來就下了 唱完以後 就到了我們自己的休息室 然後她就跟 我朋友問好 然後就 就跟我們講一些話 然後我的朋友就很臭 我就說 欸他是來自於台灣 他是一個superstar 然後 這個 如果有機會 我們一起出去玩 你知道她坐在那裡 我就覺得 蛤 每個人都把說自己是superstar 就是一副就是謝謝而已 是是是 而且也是很nice 但是並不是 真的是你可以感覺得到她有特別的熱情 然後我就說 欸這個人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看起來很討人厭 對啊 所以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其實沒有真的那麼 打重心一點 後來就一直聊 一直聊的過程中 就發現欸他好可愛 然後就說欸真的 我跟你講真的 如果你真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 可以跟我一起分享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棒的事 很棒的事 因為我一直都想找一個team 嗯 我說我不建議是哪一個國家的 嗯嗯 所以 你其實在之前就有一個構想了 對不對 比方說 像我今天 稍微了解一下